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有一个情况是很难的 就是得寸进尺 当他有多些要求 另一方又退 退下退下的时候 另一方就觉得 这个是应份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关系是很难维持的 今天我们也要想想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我们会不会也很得寸进尺 我们的要求 上帝经常都应允 到一个地步 我们已经不觉得 是一个特别的恩代 而是觉得是我们应份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在灵性上 要重新再想想 要去反省 未开始今天读经的时候 我们都一起有一个祈祷 天父下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以至我们明白 我们所祈祷所祈求的 上帝很多时候都已经应允 也都帮助了我们 叫我们都存感恩的心 反而叫我们 不要成为一个 不断去苛朔 去苛求的人 求主屠造我们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门 以赛亚书第十章 上帝用亚术王为工具 和哉 阿述 我怒气的棍 他们手中的杖 是我的老恨 我要猜遣他攻击舍毒的国 吩咐他对付我所怒怒的物 抢走老物 夺取略物 将他们踐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一般 然而 这并非他的意念 他的心不是这样打算 他的心要摧毁 要剪除不少的国家 他说 我的官长岂不都是君王吗 加勒罗岂不像加基米斯吗 哈马岂不像阿尔拔吗 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 既然我的手已伸到了这些又偶像的国 他们所雕刻的偶像 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 我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 如同我代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吗 主在石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 说 我必惩罚阿雪王 自大的心和他高傲尊贵的眼目 因为他说 我所成就的事 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 因为我本有聪明 我挪移列国的地界 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 并且将勇士使作补助的降为悲 我的手夺取列国的财宝 好象人夺取了窩 我得了传地好象人拾起避弃的尿弹 没有振动翅膀的 没有张嘴的 也没有名叫的 苦起可向用苦撼佛的自夸呢 巨起可向拉巨的自大呢 这好比棍挥动那举棍的 好比象举起那不是木头的人 因此 主 万君之耶和华 必使亚述王的壮士变为羞弱 在他的荣华之下 必有火点燃 如同火在燃烧一般 以色列的光必变成火 他的圣者必成为火炎 一日之间 将亚述王的荆棘和侧泥焚净 又毁灭树林和田园的荣华 连云大体 好象病重的人消逝一样 他临终只剩下稀笑的树木 连鞋童也能捨其数目 今天的经文很特别 是审判亚述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惡灾亚述 为什么姚和华要审判亚述呢 亚述本来是姚和华 用来扎罚以色列的工具 是他的像 是他的棍 是他惩罚以色列的 但是 姚和华一路就开始说 原来他的心意对犹大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管教的 他是用亚述这支像 去扎罚犹大 去到哪个地步 只是将他的东西抢夺过来 是收回姚和华赐给他的东西 接着就是浅踏它 将它压在泥土里面 做到这样就足够了 但是亚述王看到他自己 越来越做的东西越大 越有能力 于是心高气傲 他们想的 和姚和华所想的 就已经不同了 所以姚和华定意 要重新的去责备 亚述王 当亚述王一路大军 南下去攻击整个巴勒斯坦地的时候 他心里面越来越觉得自己很成功 所有的君王都成为了他帝国的官员 所有列国的偶像都被他打碎了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无论在天上和地上 他也是霸主 所以他定义 就不是去管教以色列 他定义是毁灭 摧毁整个犹大 会用刑罚去对付亚述 而和华是公义的上帝 他必定捍卫他的选民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避免了骄傲自大 但如何很针对性地 将自己的骄傲和自大 去剔除 经文提了几件事 亚述王的骄傲是什么呢 他说了几件事 第一 他说我能够挪移列国的地界 即是说他能够夺取很多土地 第二 是说到他累积很多财宝 在战胜为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能够抢夺很多的事 第三 是使得列国的君王 好像勇士向他屈膝跪拜 原来他看到他一路下来 能够在他手上能够做到的事 他说靠他自己的聪明 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嬌慕 今天看回我们自己 很简单 看看我们手上有些什么 有我们的物业 有我们的财富 有我们的人制网络 有我们的事业 接着我们要想 这些事情和耶和华有没有关系 是他自己的聪明和能力 这个就是叫我们的 今天我们要想的 当我们面对我们手上 拥有看到的 今天你回到家 看到你的物业 你的家庭 你一切的家电 你的学历 你的儿女 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你的身体 你的健康 全部都是上帝给我们 上帝要给一个旨意我们 我们要使用我们有的 去为上帝达成使命 这个就是谦卑跟从主的一个态度 当我们手里面 拥有的东西越多 越好的时候 我们就专注了自己的生活 上帝那边 嗯 随意一点 想想 我们回崇拜 准不准时 随意一点 因为我们的生活 很多东西 我们有很多东西 拥有着 准不准时 没什么所谓 奉献准不准时 按照我们的收入 将每月的奉献 十一的奉献交给上帝 随意一点 啊 弟兄姐妹 这些心态要小心 因为背后显影住是什么呢 正正就是以色列人 或者亚述王的心态 我既然拥有这些 对于上帝 随意一点 专心看自己的事 但上帝就是轻晚不得 我们还是 都是将最好的 归给我们的上帝 先 我们才去想 如何运用上帝给我们 继续为上帝去工作 这是谦卑的态度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主在石安山和耶路撒冷 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 然后说 我必惩罚亚述王 自大的心 和他高傲尊贵的眼目 以财亚书十章十二节